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新活动的体验呢 从大家的反馈上来看 有不足 但也有比较成功的尝试 从这点上啊 我们也是比较的欣慰 后续啊 我们会在新内容的探索上继续努力的 那我也期待你们能给大陆带来更多的新变化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2020年有什么是你认为最成功的事呢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了 我们呢 只是通过努力去克服了一个不小的困难 大家都知道 因为疫情的缘故呢 2020年很多线下活动都暂停了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梦战二周年庆典也被迫从线下改为了线上 由于我们没有这种线上大型直播活动的举办经验 这对我们来说呢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是哦 我记得一周年和指挥官们拍了纪念合影 这次的二周年直播我也看了 效果也还可以吧 感谢艾美将的肯定啊 当时站在台上的我可是有点紧张啊 我们为了能设计出精彩有趣的环节 并保证各个环节能顺利进行呢 也是做了大量的前期筹备工作 当然了 最后周年直播呢 还是不免有一些遗憾 但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明年多给我点圣魔精 我还会来帮忙的 嗯 那我考虑考虑 对我们来说呢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 尽可能地给指挥官们提供更好的周年活动体验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 助建军的使命不就是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吗 我们也是 别夸了 助建军的冒险 还在精彩之绪呢 所谓善与总结 才能提高战斗的胜率 去年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呢 最遗憾的事儿 其实也是和周年直播有关 没能在现场感受到指挥官们的热情 是20年最大的遗憾了 但我相信啊 还会有机会跟大家在线下见面的 为了保证指挥官和家人的安全呢 春节期间也请大家记得勤洗手 戴口罩 做好保护措施 希望我们能在21年的线下见面 好的 感谢Q将的提醒 那么年终总结就先告一段落了 哎 好像有奇怪的发言呢 Q将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不愧是我有的指挥官 提问题总是这么犀利 那我呢 就简单聊一下后续的计划 目前啊 整个制作组呢 确实在为设计后续的新活动而忙碌着 之前啊 我们做过很多不同方向的活动 根据大家对于这些活动的反馈呢 我们也在尝试总结 到底什么样的活动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活动呢 我说林正 一句话里 活动这个词用的也太多了吧 抱歉 我有点激动啊 目前观测到的方向是 像是超时空试炼 风影战域 无际航路黄金海等 这些玩法呀 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比如战斗富有变化性 而且啊 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个指挥官的解法都不相同 我还喜欢和马修一起挑战时空练缝 啊 抱歉 我怎么说起了自己的事情 请您继续 所以呢 我们目前也正在沿着这个思路来进行讨论 比如啊 给战斗增加一个小队迹 再扩展一下战斗的策略 或者呢 在新玩法中通过自由的探索和收集 来推进玩法的进程 又或者是提供更加丰富的词条 buff和成就 给战斗增加一些变化 当然了 目前方案仍在讨论当中 如果大家有什么脑洞的话 也欢迎与我们分享 哦 有信息会在推文或公告证公布 是吧 哈哈 是的 除此之外啊 年终的时候 会有一个重磅联斗跟大家见面 我们自己还是挺期待的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到底是什么联动啊 你倒是说清楚点啊 现在啊 还不是透露的时机 你想 安将在闯祸之前 什么时候通知过你 那好吧 按照我们冬王鲁村的规矩 现在该进入福利环节了 就这样 你也能参与哦 哦 我还能参与 本期节目的特别活动是 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 梦幻模拟战手游 对本期节目进行评论 参与周边大礼的抽奖 有这样和大可爱 会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大家发货 欢迎大家踪跃参与 那受人我爱也愿意帮忙 哦 那替我谢谢他 支持我们村的工作 此外 节目组也为大家 准备了小礼物 大家可以去兑换领奖 咳 紧张自己的闲聊结束了 最后 咱们一人说一句 对新年的期望吧 我先说 希望新的一年 能以指挥官在冒险的旅途中 时针不断 轻风不停 一路碾压挑战本 好的 那新的一年 希望梦幻模拟战的 还能继续陪伴大家 给大家带去欢乐和感动 梦战有你 梦战有我 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最后一段来自英雄们的 半年小舞台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至继续背责将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